大家好,这里是历史万花镜。 在历史的长河中,有着无数个令人瞠目结舌的故事,而其中一个极具传奇色彩的故事,便是关于巨贪和珅临终前的那一幕。 他们两人虽深陷淋雨,但在最后的时刻,他们之间却交流起一场意味深长的对话。 巨贪和珅,一个是全谋风云的代表,一个是淋雨深处的囚徒,两人之间的交谈,成为了历史上一段显为人知,却又令人深思的插曲。 这个承诺将如何演绎?在这段交谈中,蕴含着怎样的深意? 让我们一同穿越时光的长廊,聆听巨贪和珅的心语,探寻那个动荡岁月里的惊天奇迹。 这或许是一段被遗忘的历史,但也是一份承诺的见证,一个让人心持神往的故事即将展开。 1723年,和珅出生在一个满洲八旗子弟家庭。 这个聪慧过人的少年,很早便展现出过人的政治手腕和洞察力。 他极其擅长揣摩人心,洞悉语言和行为背后隐藏的真实想法。 这份独特的天赋,成就了他在未来的辉煌。 和珅通过层层选拔进入宫廷,最初只是一个不起眼的小官。 然而,凭借着敏锐的洞察力,和珅很快摸清了乾隆皇帝的心理,时刻用心迎和皇帝的喜好。 乾隆十分欣赏和珅的机智和凤赢,逐渐对他寄予了极大的信任。 和珅也不负皇帝的期望,总能在国事上恰到好处地提供妥贴的对策。 在乾隆的信任下,和珅或封为郎中,开始正式参与朝政。 他的建议往往切众要害,深得乾隆的器重。 乾隆甚至直接将奏折交给和珅批阅,事实上将大权暗中交付。 1760年,和珅已晋升至内阁学士,成为实际上的朝廷第二权力中心。 他不仅主掌着清朝的重要正式决策,还通过各种手段牢牢控制着朝堂中的权力机器。 和珅利用自己的影响力,只重用自己的亲信,而排斥一击。 一时间,朝野的人事任免,几乎全由和珅说了算。 他建立了庞大的势力网络,让自己做得更加牢固。 与此同时,和珅还利用自身影响力,大肆经商。 他设立关卡,收取过路费,还控制着茶叶、丝绸等重要商品的销售。 一时间,巨额财富如潮水般涌入他的家族。 和珅不仅收购国内的珍宝,还广泛购入外国的奢侈品。 他的生活奢靡至极,富丽堂皇的府邸,甚至堪比皇宫。 一时间,无数人对这位心境权臣,屈之若鹜。 1765年,和珅获得义正大臣的最高头衔。 此时36岁的他,正式成为辅佐皇帝的最高执政者。 和珅深得乾隆信任,几乎参与制定了清朝所有重大决策。 在他的主导下,清廷采取了一系列开明措施,如减轻赋税、发展护士贸易、学习西方技术等,促进了国内生产力的提高。 和珅不仅治国有方,还十分注重礼遇成功。 每当有大臣生日,和珅都会亲自前去祝寿。 他体恤百姓疾苦,经常从自己库房取米,镇计栽民。 这些人正厚择的举动,让朝野上下都对他刮目相看。 然而,和珅的权力未能永远稳固。 乾隆55年,乾隆皇帝年事已高,决心退位让衔。 和珅敏锐地意识到,皇位的更替必将打乱现有的权力格局。 为了确保自己的地位,他开始试图拉拢家庆,这位即将接任的皇帝。 起初,家庆表面上对和珅保持着公顺的态度。 可实际上,他早已对和珅不受约束的权力,极为不满。 全清朝野的和珅,终究坐不稳这片权力的沙土。 1795年,乾隆皇帝驾崩,嘉庆帝正式登基为帝。 嘉庆是一个聪明强势的君主,更希望亲力亲为。 和珅这类握有巨大权力的大臣,势必会削弱皇权,因此是他必须打击的对象。 嘉庆登基后,表面上仍然礼遇和珅。 实际上,他已经在暗中谋划削减和珅的权力。 为了避开和珅的耳目,嘉庆通过秘密特攻掌握了清朝禁卫军的直接控制权。 同时,他还暗中培养自己的势力,试图削弱和珅在朝中的影响。 和珅敏锐地觉察到形势的变化。 他意识到,与其被动防御,不如主动出击。 于是,和珅开始在朝野间广泛拉拢人心,极力维护自己的权势。 他还多次向嘉庆觐见,表达自己的忠心。 然而,和珅低估了嘉庆的决心。 嘉庆不为所动,反而更坚定了对和珅权力的打压。 一场权力之争已经不可避免,隐藏在两人表面的恭维之下,暗流正在汹涌。 这场权力游戏的结果,将决定大清帝国的走向。 嘉庆三年,1798年,时机终于到来。 当年冬天,嘉庆以惊略统罪的名义,突然下令逮捕了和珅。 同时,和珅的全部家产被查超充公。 和珅惊魂未定之时,福长安,这位曾与他风雨同舟的心腹,也在此时落入了牢狱。 在狭小阴冷的牢房里,和珅突然意识到,他那引以为傲的权势不过是身外之物。 此刻,他唯一在乎的,是还在外面的侄子,丰申一眠。 丰申一眠这个侄子,和珅是如己出。 他聪明懂事,成人之后,还受和珅提拔,官职不小。 如今自己遭此变故,丰申一眠的虔诚,无疑也会受牵连。 这更是和珅心中最大的牵挂。 这一天深夜,和珅靠近福长安的牢房,低声说出了自己的请求。 福老弟,我没指望能活命了,只求你出去后,能照料我的侄子。 他还小,不该为我而葬送前程。 听到这话,福长安沉默了。 他自身还能否脱困,已是未知,哪里有余力照看别人。 但和珅并不容他推脱。 仿佛商量好的,和珅又说, 我知这是沉重的拜托,只有你能办到。 他是我唯一的指望。 福长安沉吸一口气,最终还是点头答应。 在这淋雨之中,人最需要的,就是一丝希望。 审判长达四年之久,期间鞭吃逼供折磨。 嘉庆希望在和珅身上找出更多罪证,以彻底打垮他的势力。 1802年,审判终于宣判结果。 和珅以贪污罪,判处临时处死。 和珅的家人和党羽,也遭到牵连。 福长安虽名义上因犯罪不够重,但仍被流放黑龙江,永不得返京。 而这个和珅是若挤出的侄子,丰身一年,最终如何了呢? 和珅一案后,朝野为之震动。 人们都在关注相关人员的命运。 和珅的侄子丰身一年,也遭遇了命运的流转。 他被革职查抄家产,从原本的六部主事遗落千丈,沦为普通百姓。 此时只有27岁的丰身一年,一世间难以承受这命运的巨变。 他整日愁眉不展,面带忧色。 这时,一个神秘人找上了他。 这个人正是已经出狱的福长安。 福长安私下与丰身一年会面,将和珅的遗愿告知他。 并答应会暗中照料,确保他的安全。 这是何大人的嘱托。 我一定会竭尽全力,不使他在天之灵失望。 福长安说。 在福长安的帮助下,丰身一年,逐渐走出了生活的阴影。 他思想慢慢转变,放下了全世的包袱,过上了简单的日子。 美中不足的是,福长安此生再没能回到京城。 但他至死也没有忘记自己对和珅的承诺。 家庆得志后,清风素季,重整励志。 他出于政治考量,没有过多追究相关官员的责任。 因此,丰身一年也没有再遭牵连。 最终,命运的齿轮转动,众生皆有各自的安排。 和珅一生的辉煌也终究复归尘土。 丰身一年则在简朴的生活中获得了难能可贵的宁静。 这个和珅用生命托付的侄子,终于过上了自己期盼的,平静的生活。 和珅由全清朝野到身败名裂,短短几年间,命运和权势的变迁令人叹息。 身处高位者,往往最难触及的,就是平凡人那份简单的幸福。 和珅用生命换来的,不仅是侄子的平安,也是他醒悟时才明白的人生真谛。 好了,感谢您的收看,我们下次见。